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到铜锣湾 一间餐厅叫做吹齿 吹是用火煮食的意思 齿即是猪 顾名思义 这间小店是专吃猪肉的 虽然是小店 但名气一点都不少 每日吃饭时间很多人排队 我就照惯例平日四点多过来 所以就没有人聋 店铺只有20个位左右 环境都挺逼够不算好坐 清洁就挺正常 餐牌超级简单 只有这一张纸 主打几款饭或拌面 食物种类有些日式 又有些台式 又有些自创款式 简单来说就是港式风格 这里最出名就是这块猪扒 非常厚切 差不多有一班茶餐厅两块厚 而且很大块 大挂揭手 分量就赢了 味道就正常 肉质肥瘦适中 炸粉少少偏厚 而且猪扒用松肉粉 或者梳打粉之类拿得太厚 肉质过分软 有些不自然 这个价位找东西拿猪扒 就无可厚非 但我觉得不用拿得那么夸张 夹开猪扒就看到炒滑蛋 炒滑蛋有很多种不同方法 下很多油 混牛油 混奶 混忌廉 混水混面粉 小火炒大火炒 离火炒各司各法 今天这份炒滑蛋勉强合格 和我心目中的滑有一段距离 而且不够香 也不够调味 肉醋 这里另一样主打 据闻最初一斤饭的肉醋 份量很多 现在就少了 其实份量真的不够拌整碗饭 味道不差 吃得出甜甜的 有台南风味 但不够香 红葱酥的存在感太薄弱 要赞的是它们不是用搅碎猪肉 是用腩肉切丁 这一碟有惊喜 鱿鱼酥不硬又不硬 又不会太干身 淋得来带一点点弹 粉不会太厚 香厚得来又不会太油腻 本身还有一些鱿鱼味 调味亦适适中 这一碟挺好吃 接着看看这一碟期间限定的东西 内不久都会转款 先说拌面 面饼没什么特别不说了 但师傅绿面功夫很好 面质软硬刚刚好 最劲是养得很干身 去过很多出名的面店吃拌面 师傅都养不干过面 拌完之后濕淋淋水汪汪 混淡了汁 今天这碟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调味方面就正常了 有些炸蒜 本身用的豉油就普普通通 这碗我就加了一块午餐肉 比一般茶剂的厚切再厚一点 炸的 用回刚才猪扒的粉浆 外脆内软 午餐肉厚到这么夸张 原来挺好吃的 这招可以学一下 有空在家煎几片吃 这碗是今天的主角 咸蛋燕麦炸猪扒 原本我以为燕麦是混在粉浆上 燕麦是会完全包住成块猪扒 用来增加猪扒脆身的口感 但最后发现我想多了 燕麦只是灑在上面 没有黏着皮 所以吃到口不会淡淡都有燕麦 口感上和第一碟炸猪扒分别没很大 再说咸蛋 这期就很流行 香口再加咸蛋 不会死错人 夹的 味道不错 但它下锅盆的时候 拌得不算很均匀 一口油一口没有 另外再加了一只味粉 甜甜的 有点像韩国零食 经常吃到的味精 原意应该是想中和咸蛋的咸味 但我觉得这一下多了 味道太复杂 而且太花巧 有点整饰整水的感觉 不过这个价位来说 算是合格以上 绝对不服 这间吹齿店 旁边有另一间小店 叫荣式鸡扒 专卖烧鸡扒 这间分店我就没去过 但它另外有几间分店我帮衬过几次 初头很好吃 但近一两年就有些偷工减料 这两间小店 概念上我觉得几次 都是主打卖一些港式食品 餐单设计非常简单 不会给很多东西你选 集中精力去做几样东西 有花心思花时间去开发 去钻研食物 价钱定位比一般茶餐厅贵少少 但食物分量和质素 亦明显好过大部分茶餐厅 这个概念我非常拜 大家画清地盘 令食客可以有一些比较优质的选择 我很希望香港将来可以多些这类小店 说回吹齿店 食物虽然有不少进步空间 但我对它的整体评价是正面的 这个价钱 这样的份量和质素 绝对值得一试 大家平时去开什么小店 有什么好吃 记得在下面留言 介绍给我和其他观众 今天有碗话碗就说到这里 希望各位踊跃给like 分享和留言 打表情符号 多谢大家支持 下条片见 拜拜